为什么说小蜘蛛是钢铁侠的该儿子 从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 在美队三里 机场大战之时 小蜘蛛被巨大化的一人打晕在地 钢铁侠炎忙的飞过来 迅速查看小蜘蛛的情况 怕小蜘蛛有个好歹 在英雄归来意 在小蜘蛛做了错事之后 钢铁侠像一个父亲一样教训他 当小蜘蛛成功的阻止反派的时候 也及时的夸奖他 在美队三里看到小蜘蛛的战衣 是自己制作的简陋战衣时 就及时给他做了升级 在升级的战衣里加入了定位系统 甚怕小蜘蛛外有什么威胁 能够及时的去救他 这套战衣里不仅有人工智能 还有几百种猪网分射方式 降落伞滑翔翼等等 可谓是细节满满 除了升级战衣之外 在复连三里 还是直接送了一套高科技纳米战衣 在英雄远真里 更是给小蜘蛛送了人工智能眼镜 这幅眼镜可以直接控制 史塔克工业的无人机 还给小蜘蛛配备了 可以研制战衣的各种设备 在复连四里 钢铁侠在太空里 飘荡了二十多天之后 回到地球的第一句话 就是关于小蜘蛛 不得不说 钢铁侠真的是拿小蜘蛛 当干儿子看待的